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HSK4第二课,真正的朋友 上课之前请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你觉得一起吃饭,看电影,一起逛街的人是真正的朋友? 还是可以一起看书,踢球,一起旅行的人是真正的朋友? 还是当遇到困难,互相帮助的人是真正的朋友? 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思考 大家请看图片和生词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首先跟我读 再来一遍 聚会 购物 运动 学习 聊天 旅行 请看第一个词 聚会 聚会用法语说是 Fate Fate在这里不是指节日,而是指聚会 Fate de famille Fate entre les amis 比较多 en français 比较 比如我们可以说朋友聚会 那正确的图片就是F 第二个词 购物 Fate de Sacha Fate du Shopping 正确的图片是C 第三个 运动 Sport 很明显是选 第一 很明显是选图片 E 第四个词 学习 E E Apprendre Ferce des études 图片 A上面的学生在学习 所以选A 第五个词 聊天 Babarté Discuter 图片B 图片B上的两个人在聊天 第六个词 旅行 Voyager 图片D 上面的两个人在旅行 他们手里拿着地图 他们在外面旅行 再来读一遍词汇 聚会 购物 运动 学习 聊天 旅行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本课的生词 首先跟我读 适应 适应 交 交 平时 平时 逛 逛 短信 短信 正好 正好 第一个词 适应 适应的意思是 sabitui sadapti a 第二个词 交 交可以说 donate passi quelque chose agangang fakti zami 平时 en temps ordinaire 逛 flâner se promener 短信 message 正好 juste à temps juste 我们先看第一个词 适应 适应 我们可以说 适应生活 比如 我来法国一年了 已经适应这的生活了 再比如 刚来法国的时候 有点不适应 有点不适应 这的生活 但是后来慢慢适应了 再比如 我的妹妹今年刚上大学一年级 她对大学的生活不适应 她不适应大学生活 第二个词 交 我们可以说 交作业 交电费 交朋友 比如 老师说 明天要交作业 这时候的交 意思是 donner donner l'e de vare au prof 这个月的水电费 你交了吗 ici 交 c'est plutôt billé 她把捡到的一万块钱 交给了警察 这时候的交 意思是 donner 最近 我新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Récemment J'ai fait des amis Récemment J'ai fait un nouveau ami Ici 交 C'est交朋友 Faire des amis 下一个词 平时 平时 用法语 是说 比如 我和我的中国朋友 平时常常一起看书 再比如说 我的朋友小王 平时都在图书馆看书 他在图书馆看书 再比如 小王平时不踢足球 有比赛的时候 才踢足球 在图书馆看书馆看书 在图书馆看书 Lire 下一个词是 Flanet 逛 逛可以说 S'permonnaie Flanet 还可以说 Courir 比如说 逛街 逛街就是 Courir les magasins 我们还可以说 逛美食节 比如 上周末 是 La fête du vantre 然后我去逛美食节了 La fête du vantre 用汉语 我们可以说 美食节 我去逛美食节了 在中国 春节期间 还有元宵节期间 会有很多的庙会 我们常常会去逛庙会 庙会就是 Floir Alle à la Foire 逛庙会 小夏特别爱逛街 小夏 Mpion Gourir les magasins 再比如 小王周末 常常出去逛街 小王平时不逛街 周末常常出去逛街 这里说的平时 就是指周一到周五 也可以说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一个词是 短信 我们可以说 我和我的朋友之间 经常发短信 这里说的短信 就是指的手机短信 再比如说 我的中国朋友 经常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幽默 Humour 幽默短信 Message du Mour 下一个词是 正好 正好可以说 Just bien Just à temps Parfait 比如说 我们说 时间正好 可以说 时间 ni多 ni多 ni大 时间 正好 表示位置的时候 可以说位置正好 la place ni too avant ni too ayer yendo die dimension la dimension ni ni grande ni petite Apprecié正好 数量 la quantité ni too ni beaucoup ni too petit ni trop beau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说 表示整数的时候可以说正好 比如苹果8.5 西瓜11.5 合起来总共是20块 我们可以说正好20块 正好20块是指的 既不是20.20.1毛 也不是19.9 而是正好20 按西瓜红 所以我们可以说正好20块 今天来上课的人正好10个 我们可以说正好10个 10也是一个西瓜红 我们可以说正好10个 再比如说教室里边有10个桌子 今天正好来了10个人 每个人一个桌子不多不少 正好10个人 今天正好来了10个人 教室里有10张桌子 正好来了10个人 再比如说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找不到钱包了 这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来了 你说你来得正好 我的钱包不见了 我的钱包不见了 借我点钱吧 他来的正是时候 他来的 不早也不晚 正是你需要的时候 他来了 我们可以说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 再比如说我妹妹出生那天 正好下雪 所以爸爸妈妈教她小雪 那天正好下雪 再比如说你告诉你的朋友 下午你要去运动 而你的朋友下午也要去运动 他可能会说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你要去运动 你的朋友也要去运动 然后正好你们可以一起去 以C正好 我们可以理解为 go and see dance 下面做几个练习 用正好完成句子或者对话 第一个 李老师来了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李老师来了 这时候你正好有不会写的字 你可以说 李老师来了 正好问他 这个字怎么写 李老师来了 正好你有个字 不会读 你可以说 李老师来了 正好问他这个字怎么读 第二个 今天要开会 然后你的领导 你的chef 你的superher 问你 今天开会来了多少人 你可以说 比如 来了十个人 你可以说正好十个人 第三个 明天的球赛 你想不想去看 我当然想去 可惜 票早就卖光了 背 背想去看球赛 但是票已经卖光了 我们看 阿的回答说 到时候一起去吧 阿邀请背一起去 所以阿应该是多了一张票 我们可以说 我正好多了一张票 到时候一起去吧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篇课文 首先跟我读 小夏和马克聊 马克的中国朋友 小夏和马克聊 马克的中国朋友 小夏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马克 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小夏 那就好 快给我讲讲 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马克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平时我们常常一起 看书 逛街 踢足球 有时候 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小夏 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 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怎么样 马克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再来一遍 小夏 小夏和马克聊 中国的 小夏和马克 聊马克的中国朋友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那就好 快给我讲讲 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平时我们常常一起 看书 逛街 踢足球 有时候 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 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怎么样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小夏和马克 聊马克的中国朋友 那这个聊是指的 parle de 那小夏和马克 parle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后来 那慢慢 小夏和马克 那就好 快给我讲讲 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讲讲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平时 我们常常一起 看书 逛街 踢足球 逛街 就是 有时候 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发就是 envair 这是 这里是指的 发一些幽默短信 用手机发一些幽默短信 我们可以说 发短信 还可以说 发邮件 发电子邮件 现在我们都用微信 我们可以说 发微信 你的这个朋友 真不错 不错 斑慢了 下次介绍 我们认识认识 怎么样 下次 la prochaine fois 介绍 pre-reprisante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这里的我们是指 马克和他的中国朋友 下午要去踢足球 然后马克邀请小夏 一起去踢足球 这样可以介绍 小夏和马克的中国朋友 认识认识 所以马克说 下午我们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正好小夏和马克的中国朋友 下午可以见到 然后马克可以介绍小夏 给他的中国朋友认识 认识他们互相 介绍他们互相认识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小夏和马克 聊马克的中国朋友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那就好 快给我讲讲 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 逛街 踢足球 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 下次介绍我们认识人是怎么样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好 现在 把一部分字挡掉 很多字看不到了 然后你们来复述一下课文 来重复一下课文 我们一起来说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那就好 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 逛街 踢足球 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 下次介绍我们认识人是怎么样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一起去吧 下面是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课文中第一句话说 来中国快一年了 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 所以马克来中国一年多了 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 马克适应了中国的生活 对不对 马克说 开始有点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所以马克适应了中国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是 也是对的 第三个问题 马克最近新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对不对呢 马克在课文中说 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 所以第三个句子也是对的 第四个问题 平时马克常常和他的新朋友一起 看书逛街打篮球 看书逛街 看书逛街打篮球 他让马克介绍他的中国朋友 认识认识 所以小夏想认识马克的新朋友 第五题是错的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 dext2 关于聚会 你和你的同学经常见面吗 你参加过同学聚会吗 你喜欢不喜欢同学聚会 为什么 这几个问题 留给你们自己来回答 我来回答一下 这几个问题 你们听一下 我和我以前的同学 不经常见面 因为我太忙了 你参加过同学聚会吗 我参加过同学聚会 你喜欢不喜欢同学聚会 为什么 我喜欢同学聚会 因为我可以看到 很多以前的朋友 看一下生词 一起来读 聚会 联系 联系 差不多 差不多 专门 专门 毕业 毕业 麻烦 麻烦 聚会就是 FET SWAHI 这里说的FET 不是像 不是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 而是指的聚会 而是指的朋友之间的聚会 朋友之间的 Hen contre En anglais 我和我的同学经常联系 我和我的同学经常联系 TREI SOVENT TREI SOVENT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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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QUE G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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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 差不多 专门 比如说 小王回来后 麻烦你让他去我办公室 PRESSE CED SCHE KU BAN REVIEN T VENIR DAN MON BURAU cette affaire d'ennui c'est pourquoi je dis c'est une expression de politesse quand on demande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on dit c'est plutôt poli c'est plus poli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cela t'ennuie cela t'ennuie de contacter avec Wang Jing invite Wang Jing à participer à notre réunion entre les camarades entre les camarades de l'école réunis contacté contacté biais et je n'ai pas contacté avec mes camarades de classe 你跟 Wang Jing 联系一下 contacté avec Wang Jing 请他参加 同学聚会 biais biais termine ses études 可以说 我毕业十年了 毕业十年 然后下一个 专门 spéciale spécialement 为了 为了参加同学聚会 张远 专门从国外回来 张远 从国外回来 不是为了工作 也不是为了 看他的家人 跟他的家人团聚 而只是为了参加同学聚会 所以我们说 专门 张远 专门 从国外回来 差不多 就是 presque quasiment barheye par beaucoup de différences 比如 这两个电子词典 看上去差不多 左边这个 怎么这么贵 看上去 就是 il semble il barheye 差不多 就是 这两个 电子词典 non bar beaucoup de différences 这两个电子词典 看上去 barheye 但是 左边这个 怎么这么贵 虽然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 左边这个 怎么这么贵 celui-ci à gauche est plus cher un autre exemple 他们俩是在国外 旅游的时候 认识的 性格 差不多 所以很快 成了好朋友 性格 garactère humeur 差不多 他们的 garactère parheye 所以很快 成了好朋友 这两个 差不多 这两个句子里边的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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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s 这两个 两个 两个 adjectif 但是 差不多 可以 使用 以为 以为 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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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que la ind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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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n'y a boukoude difference 表示 他们的 dequei 差不多 他们的 gandite 数量 差不多 他们的 distance 距离 差不多 le temps 差不多 时间 比如 班里同学 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来多少人 可以说 差不多 一半吧 一半 moitier 差不多 一半 presque une moitier 再比如 女儿上中学后 个子长得特别快 现在快 一米七了 差不多 跟我一样 高了 elle presque aussi grand que moi 做一下 exaxis 练习 只有三个练习 用差不多 来填空 completé le phrase avec 差不多 第一个 照片中间 这个男孩 是你吗 对 左边 这个是我 哥哥 可以说 你和你哥哥 差不多 高 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我复习的差不多了 复习的差不多了 表示 我复习的 preste 你来中国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第三个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一年了 我来中国差不多一年了 preste preste 有一个同义词 有一个 sinonym 是 几乎 几乎 他们两个的意思 一样 差不多 比如我们说 他汉语说得很好 差不多跟中国人一样 也可以说 他汉语说得很好 几乎跟中国人一样 但是当我们说 他们俩差不多高 我们不能说 他们俩几乎高 这是错的 如果要说几乎 我们可以说 他们俩几乎一样高 在高的前面 要加上一样 而差不多的 après差不多 我们可以用 l'adjectif avec un seul mot avec un seul caractère 而几乎 après几乎 on ne peut pas utiliser adjectif avec un seul mot un seul caractère on doit ajouter 几乎 avant ou bien après cet adjectif par exemple 他们俩几乎 一样高 avant on ajoute 一样 on peut dire 他比我几乎 高了一头 après on ajoute dautre chose mais on ne utilises 八 几乎 高 on ne utilises 八 几乎 高 这是错的 但是可以说 差不多高 on peut utiliser 差不多 avant amou qué signif la quantité by example 李老师 差不多 60岁了 差不多 可以用 可以 mettre avant 60岁 但是 几乎 不可以 on ne peut pas de 李老师 几乎 60岁了 on de 李老师 差不多 60岁了 donc avant un mot de me ture qui exprime exprime la quantité avant ce mo on peut utiliser 差不多 mais on ne peut pà utiliser 几乎 差不多 pà utiliser com adjectif mais 几乎 b c 几乎 advert 差不多 adjectif 也可以 advert 所以 在这个句子 当中 我们只能用 差不多 on n'utilise que 差不多 on ne peut pas utiliser 几乎 parce que ici 差不多 c'est adjectif mais pas adverbe une autre différence entre chapto et si ho s s que s si ho bou indiquer alque chose indésirable aurai lieu mais finalement i le le n'a pas eu lieu par exemple 这件事 我几乎 忘了 告诉你 几乎 忘了 但是 这件事 我几乎 忘了 告诉你 je ne pas oublier 我只是 几乎 忘了 presque oublier finalement c'est à faire je dardie 但是 不能说 这件事 我差不多 忘了 告诉你 这是 错的 我们只能 说 这件事 我几乎 忘了 告诉你 ok maintenant on fait gallegue execis choise execis 差不多 ou 几乎 第一个 这件事 我们班 人人之道 c'est à faire dannotre class presque doulomonde le c'est 我们 可以 既可以说 差不多 人人之道 也可以说 几乎 人人之道 第二个 这次考试 他们俩的成绩 成绩怎么样 après成绩 ici il faut ajouter un adjectif met pas adverbe donc on choisit 差不多 这次考试 他们俩的成绩 差不多 今天早上 起床晚了 上课 presque 迟到了 上课 几乎 迟到了 几乎 迟到了 但是实际上 没有迟到 所以用 几乎 我的房间 跟这个教室 presque osi grande 差不多 第五题 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 我几乎忘了咱俩见面的事 这里 我几乎忘了 但是没有忘 我和我们俩现在见面了 我没有忘 几乎忘了 可以说几乎忘了 但不能用差不多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课文二 跟我读 小李跟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 小李跟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 小李 星期天同学聚会 你能来吗 小林 能来 班里的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来多少人 小李 差不多一半吧 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小林 是吗 毕业都快十年了 真想大家啊 对了 今天早上 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小李 小李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 别迟到啊 小林 放心吧 星期六六点半见 再读一遍 小林跟小李聊同学聚会的事情 星期天同学聚会 你能来吗 能来 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来多少人 差不多一半吧 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是吗 毕业都快十年了 真想大家啊 对了 今天早上 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 别迟到啊 放心吧 星期天六点半见 星期天同学聚会 三天我们有 一集合选的 一集合选的 你能来 你能来 班里同学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怎么会参加关系 跟一集合选的 这一集合选的 来多少人 工编的 北纱呢 差不多一半吧 这一集合选的 一集合选的 一集合选的 以后一集合选的 这一集合选的 他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的 一集合选的 六点半 对了 对了 今天早上 我在地铁站遇到了 王静 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 别迟到啊 放心吧 星期天六点半 现在 复述课文 跟我一起说 星期天同学聚会 你能来吗 能来 班里同学 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来多少人 差不多一半吧 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是吗 毕业都快十年了 真想大家啊 对了 今天早上 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 别迟到啊 放心吧 星期六六点半见 下面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小林不能参加同学聚会 这个是错的 因为小李问小林你能来吗 小林说能来 所以小林能参加同学聚会 第二个 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来参加聚会 这个是对的 小李回答说差不多一半吧 所以第二题是对的 第三 张远来旅游 所以顺便参加聚会 这个是错的 张远不是来旅游 张远是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参加同学聚会 第四题 小林昨天早上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这里说昨天早上 DA PERE DEXTE ON A DI 今天早上 所以小林今天早上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不是昨天早上 第四题是错的 第五题 他们在学校后面的那个饭店聚会 学校后面的那个饭店 是错的 COME D'APRES LE DEXTE ON A DI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不是学校后面 是学校门口 所以第五题是错的 我现在是学校门口 10ixed 的话 进学校门口 któ셉